是遭到不明男子尾随跟踪 而且一路跟进了公寓 他谎称自己是女学生的朋友 但是女学生的父母亲 却发现他怎么一山不整 行为怪异 立刻出面呵斥并且报警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了特定对象 照片中的男子疑似尾随夜鬼女学生回家 女学生开门进入公寓 惊觉后方有男子紧跟在后 女学生问他你是谁 男子说我是女朋友 住在楼上的妈妈听见声音 出来询问女儿跟谁说话 才发现双方根本不认识 他就说他要找他朋友 我说那你朋友住几楼 他说我就要找我朋友 然后后来回答我说 他不知道住几楼 我说那你要找你朋友 你不知道住几楼 你为什么会上来呢 7号晚上接近12点 新北市新店一名女学生夜鬼回家 遭到不明男子尾随 男子年约23岁175公分左右 穿着脸帽外套打扮时髦 假借找朋友的名义 跟随女学生回家 却被家长发现男子一闪不诊 立刻报警 说什么他来这里找朋友找错了 然后误认什么 我女儿跟他女朋友长得很像 所以他跟着他上来 目前警方已经接获报案 要追查男子动机 女生独自夜鬼 一定要提高警觉 注意身边可疑人物 记者关正要无自已先